强儿 你知道吗 我已经向所有人宣布了 你这个六胭脂 是我最后一个胭脂 其实我应该是七胭脂 六胭脂是云娜才对 可她已经 大尘瑜 我想求你像安葬胭脂一样 安葬云娜 这 要是没有云娜 那天死在车里的人 就应该是我 她是主动替我去死的 她虽然没有成为 你的六胭脂 可是她是我的姐妹 你说得对 好 我答应你 我的宁虎胭脂 大尘瑜 你真好 来人哪 陛下 奴才在 你看 赵君公主来信了 现在应该已经是宁湖烟脂了 对 你看 她让朕明年一开春就到草原上去 连朕的皮毛大衣都给朕准备好了 赶紧 叫皇后去多准备一些昭君日常要用的东西 是是是 还有 这上头全是昭君他要的东西的清单 陛下 这怎么都是一些耕作织布用的器具 这昭君 鬼主意可多着 赶紧准备去 一样不能落下 是 是 黄祖官 昨晚皇上感觉怎么样 睡得出奇的安稳 这到齐了 皇上是用了何种灵丹妙药了吗 灵丹妙药是没有 是昭君公主一封邀请信 胜过所有的灵丹妙药了 邀请信 他说明年开春的时候 请皇上去草原上看看 而且呢 他还会带领所有的匈奴人去迎接陛下 这不 陛下一高兴 什么病都没有了 这 真是不可思议 这是什么呀 大汉来的 这些大汉来的 这些都是我们大汉皇帝送来的 这个呢叫织布机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你们看 这些布 这些布都是用它织出来的 真的 女人们呢 最适合用它了 那我们男人干什么呀 对呀 男人干 你们就知道耍贫嘴 宁狐烟枝是要告诉我们 怎样把日子过得更好一些 连我看着都觉得很有意思 可你们呢 你们是不是因为宁狐烟枝长得好看 跑到这里看宁狐烟枝来了 至于他说了什么 你们全都不听 他还在笑呢 他说他喜欢我的孩子 可他还在笑呢 我可怜的丹枝雅思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吴燕之 什么这么久 月亮不过圆了四五次 我老是觉得丹枝雅思 昨天还看着我笑呢 你觉得丹枝雅思 是宁狐烟枝杀死的事吗 我看差不多 你这样想我都替你感到羞耻 吴燕之 你再这样胡闹 我会把你赶出大蝉鱼庭的 听明白了吗 他不光是让我的孩子死了 也把大蝉鱼 对我们的爱给夺走了 那有什么呢 吴燕之 大蝉鱼对我们的爱 不早被你夺走了吗 可这不一样 他是个汉人 人总是要让位给年轻的嘛 男人的事情 不也是这样吗 人的生命 都可能得而复失 爱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 你们怎么想 随你们的便 反正 我是咽不下这口气 咽不下 吴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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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莫撑 母亲 母亲 我想去安慰一下吴燕之 你知道 丹枝雅司 是我最喜欢的弟弟 我知道 那你就快去安慰安慰他吧 是 那我去了 去吧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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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最傻最傻的女人了 天哪 天哪 死了 不错 是傅毒死的 死在他亲生儿子 丹枝雅死的目前 母亲 我看 此事先不要生长 举莫撑 你先把他悄悄地埋了 呼喊爷我来告诉他 日后 谁要是问起吴燕之 就说他回娘家去了 为什么要这样的母亲 这就太让宁胡燕之高兴了 不对 是怕他太伤心了 他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 不能看得出来 一个女人因为嫉妒 竟然自己死了 这也太不值得了 吴燕之不考虑自己的脸面 我们也不能让宁胡燕之 小瞧我们吧 如果不是这个汉人来这里 就不会接耳连赛 发生这种事情 你们为什么不往好的方面想想呢 因为和汉人和好 战争少多了 这对我们匈奴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你不也说 宁胡燕之很善良 很好吗 我现在脑子空空的 什么也不愿意去讲 娘娘 一大早叫我来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启禀娘娘 皇上昨晚收拾了一夜的行装 说是已经到了春末五月初 不日就要出发去草原见公主了 可太医说皇上的腿根本就已经不能走路了 皇上就哭了 他不想让昭君看到他现在的样子 而且说这辈子 恐怕再也难见到昭君公主了 后来呢 后来 后来他很早就就寝了 这一夜都不让我们任何人进去 而且什么动静也没有 奴才真是担心呢 我去看看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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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平身 谢皇上 宣旨 张猛接旨 臣在 命你即刻出发前往塞北大漠 敬您元年 即公元前三十三年下五月 汉元帝驾崩 太子刘傲登基 称汉成帝 据传 汉成帝登基后下的第一道诏书 便是遵照先帝的遗愿 派使臣张猛亲往塞北 去探望驾到匈奴的昭君公主 大汉校园皇帝驾崩之日 仍西新北方长治久安 特主告呼汉爷禅于 并召君公主殿下 日后仍尽心竭力 致汉兄百年和好 签此 大汉校园皇帝陛下 不 父皇陛下 您若在天有令 便可以看到 有我护汉爷一日 大汉和匈奴便是一家人 你 父皇 您放心吧 女儿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强儿 来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总之 你不要太过悲伤啊 他在动呢 什么 是他 遗毒枝鸭石 生了生了 你护汉爷只生了个小王子 生了 生了 我觉得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上天让阿多姆将军 夺回自己的女人 我 我觉得 要再准备准备 你不觉得我们已经兵强马撞了吧 是足有余力打败胡汉爷的 千万不要忘了 汉军会帮助他们 因为他是大汉的女婿 大汉皇帝已经死了 他们正在王位交替之中 他是顾不上胡汉爷的 大汉王位的交替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准备不妥 大汉有很多的定制 而且都是大臣们各自管着各自的事 出不了什么乱子 那你怎么想的 呼汉爷可以联合大汉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西域啊 对呀 阿多姆将军 你是真正的蝉鱼 一定要打仗吗 对 杀死这帮混蛋 天下就太平了 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恐怕是没有 你们下去吧 是 汉兄两族都可以和好 为什么匈奴人之间 反而不能坐在一起好好谈谈呢 您会延迟 小心 你能跟一个对十岁的孩子 都射上一箭的人说什么呢 汉兄能和好 因为我是人 汉人也是人 可他们不是人 只有把他们杀光 可是 强儿 我知道你最恨战争 但是 对这些败类 没有别的办法 大蝉鱼要出征了 您胡燕汁母子就交给我吧 那太好了 转去燕汁 你是真正的草原母亲 会说奉承话了 强儿 别为我担心 您胡燕汁 来 这没什么 这是家常便饭 如果有一天 他不能打仗了 也就当不成大蝉鱼了 对了 五燕汁不来看你 他不是不想来 是因为他回娘家 还没回来呢 是吗 已经好久没看见他了 他的娘家离这儿很远 他不回来也没关系 我不勉强他 我知道他恨我 他 他已经不恨你了 是真的吗 那我倒是希望他赶快回来 我们能像姐妹一样 好好聊聊 但这雅思 多好的孩子 你已经忘了那些悲伤的事吧 您胡燕汁 可是我们总该做些什么呀 我们能做什么呀 打仗是男人们的事情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图机固土 你骗了我 你不是说过 不会进攻我们吗 我不是来进攻的 我是来和亲的 你们和汉人可以和亲 为什么不能与我和亲呢 汉人把一个公主嫁给了你们 你们怎么就不能把那个公主再给我呢 聪明的举摩车 我想你已经听明白了吧 我只想要那个公主 你这么说 是对我乌寒爷大蝉鱼的一种侮辱 那你还想让我怎么办 那个孩子不是已经生下来了吗 你还让我等到那个孩子坐上大蝉鱼吗 可你要我怎么办呢 打 这不怪你 也不怪我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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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域人 皇后 走 来 是这个 来 拖起来 你看 应该这样 这样 对 好 好 真好看 来 让我试试 真好看 这里再绣得密一点 这儿 好了 好了 别打了 凝虎颜知 你不要生气 将军都是这样打出来的 我没有生气啊 你不喜欢打仗吗 凝虎颜知 对 我不喜欢打仗 可仗总得打呀 凝虎颜知 有什么事情非得打仗不可 不能坐下来谈谈呢 你太傻了 凝虎颜知 囊知雅思 你怎么能和凝虎颜知这么说话呢 穆虎颜知 我说错了 您会胭脂别生气啊 谁会生囊知雅思的气呢 你说说看 我怎么傻了 这很简单 比如说 你很好看 大家都喜欢 都想得到你做胭脂 可只有一个你 那你说 大家坐在一起怎么商量呢 这就是男人们的想法 怎么样 知道你傻在什么地方了吧 可是你们打了半天就可以得到了吗 当然 总有一个胜利者啊 要是我还是不愿意和那个胜利者在一起呢 怎么会 你总得嫁人 天下就剩一个男人的时候 你只好嫁给他呀 那为什么你们不能在打仗之前 先坐下来谈一谈 问问我喜欢嫁给谁呢 那还不是一样 如果你没选中我 而我呢 而我又觉得你选中的人还不如我 我还是会想着杀掉他 就算你杀掉了他 我要是还是不愿意和你在一起呢 那你太傻了 你怎么会喜欢一个没法保护你的男人 你胡说什么呢 我是乱说的 宁魂言之 你不傻 没有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傻还是不傻 你怎么会傻呢 我觉得你是最聪明的 你天天在弹琵琶 弹得那么好 今天你给我们大家弹琵琶怎么样啊 好啊 那要看你们大家喜欢听什么了 不管你弹什么曲子 我们都喜欢听 嗯 我去给你拿 宁魂言之 汉帝的男人 也都是这样吗 怎么说呢 其实每个地方的人 也都差不多吧 弹个琵琶给我们听 你的琵琶 我弹给你们听 我最喜欢听宁魂言之 就是弹琵琶了 这可是我们匈奴人 最喜欢的歌了 宁魂言之 真聪明 这么快就学会了 这是胡寒爷 以前教给我弹的 真好听啊 真好听 实在是太好听了 你喜欢听吗 这琴弦怎么断了 大蝉鱼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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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胡寒爷 也许这次你真的要到神那里去了 我已经感到我的血要流尽了 谁是新的大蝉鱼 举莫车 那怎么能成 我的儿子不是长子 大燕知的雕桃木寇才是长子 他应该继承大蝉鱼位 不 大蝉鱼喜爱举莫车 我看还是让举莫车 不 不 不 蝉鱼 咱们匈奴自己打了十几年的仗 不就是因为当初立大蝉鱼时 没按规矩来闹的吗 多亏大汉支持 咱们才有现在的安宁 可如今平定未久 百姓最怕的就是战争再起 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必须慎重 举莫车年少 我看不如丽长子雕桃莫高 反正我们是亲姐妹 就算日后有什么事情 我们也可以商量 大蝉鱼让你们进来拿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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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图居固土讲和吧 匈奴人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 闭嘴 父王撞的剑是谁设的 我觉得举莫车说得对 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 宁护燕汁 男人们的事情不用我们说话 不能讲和 交出宁护燕汁 那是我们整个匈奴人的耻辱 你说什么 没错 宁护燕汁 屠妻孤徒就是为了得到你 所以才开战的 他说你可以换来整个匈奴的和平 整个匈奴的和平 要真是这样 那我可以去 只要能不再打仗 不要再有人流血 可是我们不愿意 我们不能和一个夺妻的人讲和 我们能保护你 您回燕汁 你们说这些干什么 你还没想来 怎么能够成功 能够成功 那些人治病 你不能担心 你能不能护人 交代 你瞎破了丹门 举茂车 我曾经那么喜欢你 那我们可以去请汉军帮助我们 那是男人们的事情 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 我们在汉军那儿得到的 已经够多了 你们的勇气可以帮助你们 吊头莫高 你现在是大蝉鱼了 辅助蕾蝉鱼 我希望你 就像辅助蕾这个名字 成为勇者中的勇者 强儿 别离开这儿 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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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三十一年 即汉城帝建始二年 呼寒也死 长此雕桃莫高 既大蝉鱼味 史称 腹朱磊若体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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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兵罢 父王已经死了 那个女人的事 我们自己办吧 不 你把那个汉女交给我 你要是敢动她一下 我就立即踏平这里 为什么 原来你是想要那个汉女 天下第一美女 谁不喜欢 那难道 你就不担心匈奴人吗 我知道该怎么办 你给我听着 你把那汉女交给我 我们就是兄弟 永不在战 好吧 不过我要警告你 你要是敢趁着我父王 发丧的时候 进攻我们的话 你就别怪我把那个汉女 给杀了 好啊 举摩承 不过你也给我听着 你无论如何 不要杀了那个汉女 否则我会生气的 他太美了 扶珠雷去拉走他吧 他应该是你的女人 你应该对他 你千万别这么说 汉人瞧不起我们这种风俗 可他以后怎么办呢 他还那么年轻 他也许会回汉地吧 对一个汉家女人来说 她在这里的世间 已经构长了 你还是过去吧 我的孩子 让他一个人在那儿 一直站下去吗 去吧 回去吧 宁火焰之夜 附珠雷 我有一封信 要带到大汉边关上去 能有人送吗 给我吧 要快一点 如果能送出去的话 回去吧 宁火焰之夜 雕头莫高 聚光车 你在偷听 不 我没有 不过我想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 我没看 不用看我也知道 我想宁火焰之夜 怕是要走了 我不想让他走 不 哥哥 你听我说 他是汉人 他终究会回汉地 他的信 早晚也会被汉士看见 不过我觉得这样很好 就让汉人 去跟突击孤独抢吧 不 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 就喜欢上他了 我不能让他走 给我 不 那你更应该为他想想 他是汉人 他不可能一直留在这儿的 更不可能嫁给前夫的儿子 他们汉人讨厌这个 你既然喜欢他 就更应该为他想 不是吗 你说得对 如果你觉得送这信 心里难受的话 我帮你送 吐气孤土围得很紧 你要小心 我会的 赵军在信上说 大禅于亭被围 需要援助 什么 信的内容怎么会是这样的 举莫车王子 请前面带路 不 我不去 我不允许你们再去帮助我们 是 笑话 大禅于亭被围 我们不帮你们 还有谁能帮 你不会是怕死吧 把他绑上 你们伤了我怕人 我不会给你们带路的 你不给我们带路 你的马会给我们带路的 题目 Sky 你还要我看着你们打仗吗 仆毫燕芝 你要让大家看着你 你就是我们的勇姬 你们看到了吗 这就是宁湖烟枝 远嫁到我们这里来的 大汉公主 给我们带来欢乐 教我们织布耕田的宁湖烟枝 现在图七孤土 要把她从我们这里夺走 说是这样就有了和平 你们需要这样的和平吗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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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不图 你要的女人就在这儿 你知道 她过去是忽寒爷大蝉鱼的宁湖烟枝 那么现在 她就是傅朱磊大蝉鱼的宁湖烟枝 忽寒爷大蝉鱼 不会交出她的烟枝 是 那么 傅朱磊大蝉鱼 也绝不会的 今天一定要宰了你这个畜生 为了尊严 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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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那边 汉局 得迎击他们 不能让他们冲破我们的包围河带一处 好 王怀 你带领一队人马给我出击 快看 是汉军 是汉军 顿哥 顿弟 是王怀 来 敌人乱了 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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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戟固图 我们还是快撤吧 不然会受到两面夹击的 好 那我们就快撤 狼木计 咱们撤 我要停 冲过去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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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上 好 多谢 汉军真的是从听而降 说实话 我们这次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 说起来真的是好险 我们还怕来不及呢 是啊 一接到公主的信 我们便日夜兼程 什么 公主的信 对了 一提这封信我倒想起来了 由于军情紧急 我们让送信的举摩车王子受点委屈 请大蝉于原谅 喝酒 你呀 你把汉人带到这儿来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丢尽了我的脸面 你不配坐我举摩车的马 不配 举摩车王子 何必发这么大的火气啊 要说这次打了胜仗 这匹马可是立了头功啊 是吗 是吗 我说这次打了头功啊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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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回燕池 我能和你说句话吗 不 不行 那我明天再来 你 你等等 你要说什么 感谢你 宁红颜知 就这句话 我先走了 你等等 你谢我什么 为大禅云廷搬来救兵 有如神柱一般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专曲颜知一直说 这是男人的事情 我怕说了你会不高兴 你不会怪我吧 你救了所有的人 宁红颜知 可是也死了那么多人 不 那是为了尊严 战争不全是坏事 宁红颜知 关键是看他是否正义 对 我现在明白一些了 既然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就打赢他吧 所以我才擅自主张 写了这封信 你才是大禅云廷 真正的主人 宁红颜知 我们不想你离开我们 为什么你在众人面前 说我现在是你的宁红颜知呢 我不说 匈奴人也会这么想的 多龙七夫子 应该给你上过这堂课 可我毕竟是汉人 对 你是汉人我知道 可你只要在这里待上一天 我们就不会让别人 把你从这里夺走 这是我们的尊严 我正应该离开这里 这由你来决定宁活延真 我们尊重你 如果你想到月亮上去 只要付出了也能办到 便绝不会犹豫 可是我要告诉你 这里的人想让你留下来 我其实 其实我也想 我 我 我 谢谢观看